首先的话第一个云端白板里面就是将来等于是线上讲义 然后问卷结果 第二个就是开发环境 开发环境里面的话基本上 我刚刚有讲过了 这个有点自助餐的概念 就是因为他没有收你任何费用 所以你变成你要自己去把环境拼拼凑凑把它凑起来 那怎么凑都可以 可能凑的方法很多种 所以网路上或者是坊间的书籍 他可能用的方法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我有用一套 我是觉得比较相对起来 第一个就是环境用起来不会太复杂 而且稳定性高 又相对不会占用太多的硬碟空间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需要什么 把那个Python下载下来 那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到那个Python的官网去下载 不过现在你不用下载 因为我们懒人包里面已经有了 其实或者你GooglePython这个关键字 第一个就是Welcome to Python 第二个就download 那所以你Welcome第一个这个进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找到这边一个download 其实最新的就是download那个Python的3732 那这个环境因为它也是免安装的 就是你下载之后你把它装起来 它就会在你的硬碟里面 所以我干脆就是我们刚刚有解压缩一个 就是在C点底下我们不是解压缩的这一个 Python的3732 实际上就是你安装好之后的那个结果 那我就想说安装反正也是这样子 那不如把它直接压缩起来 那你直接放到你的C点底下就OK了 OK 所以你们刚刚讲过按右键解压缩致辞 那你可以找到第一个 这边的话呢 就会在我们那个根目录里面 找到那个3732这个目录 那你打开来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它里面就长这样子 里面包含什么呢 Python的执行档 然后呢 其他有DL 就是里面的相关的那个 那个什么动态 那个Library 那些韩式库 然后还有Duck Duck其实就是说明文件 不过说明文件应该是英文的啦 其他还有相关的东西 还有一些Tool OK 所以第一个 那它基本上可以不用安装 或者未来如果你要取得最新的版本 你也可以怎么样 到它的官网里面去下载 下载最新的版本 有没有这边 然后去Download它啦 Download的话应该需要一点时间 那你可以安装起来 结果会跟刚刚那个 我们每安装的那个方法是一样的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它的相关的东西 像Documation 它的文件在这里 所以实际上如果你要学习 那个什么Python的话 它一手资料 官方网站都有 其实我们后面 我其实也是参考 它官方网站里面的文件 那里面的话呢 又分成那个 三点差 跟二点差的版本 那特别是要两个不相容 也就是 旧版跟新版 与法不完全相同 那坊间就是网路上你Google到了 可能会是旧版的程式码 所以你把旧版的程式码贴到新版的环境里面的话 会有执行失败的可能 OK 那你要了解两个什么差别 至于两个什么差别 后续 应该 或者你自己Google一下 主要我们是以最新版本为主 三点差 那至于二点差 跟三点差有什么差别 我想你Google一下 应该网路上很多人在讨论 OK 这个部分的话 那如果你要知道 这里面到底什么 其实你可以点进那个 Documentation里面 有没有 这个Documentation里面的三点差 那实际上你要了解 它里面最新的 就是Library Reference 就这个 就是叫什么 韩式库的参考资料 那实际上你就把这里下全部K完 你大概就知道 Python里面到底做了什么 不过我想应该没有那么认真 所以我们就挑你应该知道的 那如果说你 可能不一定马上需要知道 可是未来会遇到问题的话 请你自己在这边找答案 绝对都有 只是说呢 它是一手资料 很不好阅读 不过呢 我的习惯 再怎么不好阅读 你还是要阅读 至少你要找得到答案 不然的话 谁会告诉你答案 即便你Google到的 有的时候 它可能也是转了好几手 所以最后给你的答案不见得是正确的 倒不如你就是找一手资料 在这里 包含什么呢 包含它的一些相关形态 有没有 booling的 int-float 还有那一些那个 那个那个 这个什么 什么 复数 然后还有list 这串列 triple 又是一个形态 range等等的 还有string str tr 就一个字串 相关的东西 形态这边都有 它底下有相关的其他的部分 data type 还有那个形态 function 有没有 module file就档案 还有就是资料夹的 有没有存取 这边也都有 只是说都英文的 那如果说你看英文 觉得看不习惯的话 上面有那个语言可以切换 不过呢 目前呢 只有 法文 没有办法 日文 也没办法 韩文 就是没有中文 你奇怪为什么没有中文 很奇怪 人口这么多 至少有该来一个简体的也好 至少看不懂 至少也比看其他语言会 可是目前没有了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 我想应该会有 只是说什么时候会有不知道 OK 所以最新的讯息呢 请各位自行到官网上查 怎么查就派上这个关键字 你可以查到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再来我们还需要什么 所以第一个 派上装乐 第二个的话我们会需要 所以安装方法这边有了 就是 我会选择是那个 手动安装路径 Customize Installation 那就是我在指定我的位置 不然的话 它会帮我安装到一个 很里面的位置 你可能找不到 所以我的习惯会装在 比如说C碟底下 或D碟底下 比较好找 那装完之后 实际上就刚刚那个目录 OK 那测试的话 你当然可以 比如说你想要知道一下 这个OK的话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它就跳出来 有没有 这边可以执行吗 所以待会如果你解压说字词 我们在C碟底下 会有一个这个东西 那你可以执行这个 Python EXE 打开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怎么测试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建一个变数 A 你打一个A 等于5好了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就建一个变数 就把5放在A里面 B等于3 OK B里面就放3 就放建两个变数 再来呢 我增加一个变数到Sum好了 Sum等于A加B Enter一下 请问Sum里面放是多少 A加B 就8 如果你想知道结果 你可以什么 Print 然后刮弧一下 Print什么 Print上 或刮弧 有没有 Enter一下 有没有发现 它帮你把8 Print出来了 OK 但是你想说这个环境 你要在这边打程式吗 也可以啦 它允许 但是问题 在这边你光打 这简单的东西就打了这样子 不好管理 所以我们会需要什么 一个比较好管理的环境 哪一个环境比较OK 其实坊间有还多的 我是比较推荐 用什么呢 这个环境 叫Eclipse 这个环境当然 不是只有写那个Python可以 以前我们写Java的时候 写PHP的时候 写JSP的时候 甚至写C++ C其实都可以用这一套 那Python可不可以 可以 好不好用 我是觉得非常好用 那要不要有钱呢 基本上它是免费的 它是由IBM 本来是IBM一个子公司 那后来IBM把无偿捐出来 变成一个非盈利组织 那这一套环境拿来开发非常好用 那要怎么用呢 首先第一个 这里面 大家会有讲一下安装的过程 不过因为我们懒人包的部分已经装好了 你不用做 OK 你大概知道就可以 里面的话呢 大概就是设定好之后 我们可能需要到这里 从三开始可能你要做 那你要怎么做 第一个 请各位 把刚刚这个先把他关起来 所以第一个你们刚刚解压缩的这个环境 这个确定要有 而且里面不要有一层目录 所以你打开之前有同学是什么 解压缩的按右键 是解压缩字辞 你不要解压缩到 会变多一层目录 OK 那就不对了 OK 所以记得解压缩里面 你把它打开来 就是直接看到会有DAC 那表示你OK了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我们需要另外一个Eclipse 那我们一样把刚刚的这个按右键 解压缩字辞 那解出来一样 你可以在根目录里面会看到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Eclipse 底线拍上这个目录 那这个呢实际上也不用安装哦 它是免安装 那我要怎么把它打开 一直接点它两项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会跳出说Workspace 什么叫Workspace 就是你将来你那个专案 还有你建的相关的模组 还有你写的程式 将来要放在哪一个目录里面 你要指定给它 第一次一定要给它 那我记得好像我们预设的目录是D啦 不过好像我们这边电脑没有D 所以记得把它改成C OK 那C叠底下呢 我会有一个目录叫 Python的Workspace 以后你写的所有的程式 都会放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要备份的话 你就把这个目录给备份回去 一样会有你写的程式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我们按Runch 就把它直接执行起来 OK 那我这边 因为我刚好已经执行 执行起来了 OK 所以它会出现刚刚那个错误讯息 我把它离开 OK 再执行一下 Runch一下 OK 好 执行 那执行完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哦 我们刚刚 那个Python 跟什么呢 跟Eclipse 其实它是不同两家 算公司吗 不同两家 非利益主持的工具 所以我要把它两个合并在一起的话 所以接下来你把它打开之后 你要告诉他说 我那个Python的路径 这个Velkan先关掉 接下来的话 特别注意哦 把Eclipse打开之后的话 请你告诉他说 你的Python放哪里 那你要怎么告诉他呢 接下来的话 请你在Windows里面 那个Prefurnies这边 找到特别注意哦 这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Py Py PyDiv 实际上就是Python 的开发环境的一个外挂 里面的话 有个叫什么 Interpreters 这边哦 所以一层 两层 第三层就是什么 Python的Interpreter这个 然后呢 请你记得在这边一个new 你告诉他说 我告诉你 我的Python放哪里 在哪里呢 你就new一下 然后Browse跟他讲说 我放在 我C碟底下的 那个什么呢 刚刚那个目录叫什么 Python373个这个目录 里面的话 你告诉他说 我那个执行档在这里 那这个一定要做 如果你没有做的话 两边没办法连线 没办法 就等于是 Eclipse就没办法去开发 Python的层次了 OK 所以这边就要 告诉他开启 好 按OK 好 这样的话呢 他会帮你抓到这些东西 那你再OK 表示有抓到了 没问题 这些DL啦 他韩式库啦 还有那个Side package 这些相关东西都帮你抓到了 你就apply 就把它close掉 好 这样子的话呢 Eclipse跟Python就联线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已经把环境弄好了 懒人包就OK了 所以特别注意应该没有复杂吧 第一个请你把两个目录先call到C碟 第二个的话解压缩 OK解压缩之后的话呢 注意一下这边 而且你可以执行这边 做一下我刚刚做的动作 然后呢 再来就是开启什么呢 刚刚那个这个 一个月的拍上 打开它 最重要是设定 特别是这边要设定 如果这个你现在记不起来 云端上好像也有画面 所以你们可以找到云端白板 里面的那个这个建置环境 就是这个画面 然后照着做就OK了 然后把这个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把环境建好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就OK了 所以你回去的话 照着做就OK了 这个叫懒人包 够懒惰吧 OK 就这样的话 本来很麻烦的啦 要做很多 因为之前上课 因为不说太多 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障碍 干脆先把这些障碍先跳过好了 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赶快使用这个工具 所以你要先把这个设定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New什么呢 New一个专案 那它预设是Java 请你找到Other Other里面你可以看到PyDev 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叫什么 这个PyDev的project 其实PyDev就是我们应该叫什么 Python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开发的那个专案 那你就选这一个 按NAS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专案呢 这个project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取一个叫TES OK TES 然后请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请你选哦 它的版本 因为它没有3.7 我们选3.6 底下的话呢 它问你说 要不要帮你建立一个什么呢 建立一个专案底下 要不要建立一个package的目录 你就选要 那选哪一个 选src这个目录 然后按一个NAS 这个就要 我说 刚刚 new一个 这个PyDev的project name给它 然后这个改一下 那这个也改一下 那按一个 其实NAS 或者finish 给它NAS 那其实finish 然后又OK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把它open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这边的话 就有个专案了 那以后怎么写程式呢 很简单 在这个专案展开来 src上方 按右键 你就可以new什么呢 new那个python的module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开发新的程式的话 记得从这边按右键 new一个module就可以了 OK 比如说我今天先写一个简单的module吧 new有什么module OK 然后它问你说你的那个module名称叫什么 也许就随便拿P1好了 OK 记得package不用 name给它 按finish 它就会帮你怎么样 产生一个新的程式 module程式 那问你要不要套用那个template 样板要不要 不要就按cancer就好了 cancer掉 这个把它ok好了 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在这边写一点程式 那写什么程式呢 一样 a等于5 enter b等于3 if你可以怎么 sum 等于a加b 应该记得起来吧 应该知道我在写什么 oka加b它自动会做一个break 自动太自动了 它会以为你需要这个enter 然后printer 你会发现它蛮聪明的 你打个p 如果你printer不想打的话 你可以用enter 然后把sum printer出来 这样子ok了 ok 然后你就把它 如果你要执行它的话 上面有个执行 按下它 跟它讲说你帮我runpython ok 再ok一下 下方就会告诉你答案 8 有没有 ok 所以待会的话 你要写程式 马上已经可以写了 ok 再来的话 有一些细节部分 我们再慢慢讲好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来 那如果说有些动作 你一下没办法记起来 请各位可以参考 云端白板上面 我有尽可能把那个画面做截图 ok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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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